张华一名国小女老师骑车上班途中 行经分原乡大张路时 撞上了路口冲出来的流浪狗 女老师当场摔车 右脚开放性骨折伤势严重 紧急送医 警方将调查是否有人饲养 依过失伤害罪来进行侦办 而在苗栗竹南则是有一名50岁的将近骑士 抢快行驶 竟然沿路逆向闯红灯 还撞上了直行的骑士 害得两人都受伤送医 旅骑士同路口一群流浪狗 突然冲出来 女骑士反应不及撞个正着 摔车倒地 肇事的浪浪们也受到惊吓 拔腿狂窜 女骑士伤势严重 警医送医 事发在6号上午 张华分原乡大张路上 女骑士是名国小老师 骑而上班途中撞上流浪狗 造成右脚开放性骨折 冲回现场 流浪狗多了吓人 四处闲逛 附近民众早就见怪不怪 但碍于收容所容纳数量有限 民众也没有办法 都要让狗 人家要去养 跟生前不受控制 若狗有人饲养 导致这件车祸伤害造成 将可能涉及过失伤害案 同样接车祸也发生在苗栗竹南 红车骑士一路逆向 来入口撞上执行骑士 碰得一声两人当场倒地 救车到场骑士伤势轻微 自行走上救护车 两名伤者皆意识清楚 命男性胸口插伤腾动 另一名男性脸部插伤 肢体插伤 造势的50岁江西男子 抢快行驶 也怒逆向闯红灯发生碰撞 害得无辜歧视 受网送医 警方倒查 双方没有走驾 讯后依法开罚 介绍部重道